Hello 一個特別版的The Invincibles 我是身處外地的 現在在大陸工作 大約11點9才回到酒店 梳洗完澡 我都看到很多人說 不如開一集特別版就講一講 既然這麼特別 我就不想由我平時的角度講 因為平時我們都是飛笑魯馬 或者講一講我們的觀感 所謂的戰術、人事 但這次很少數地 就會用數據去做分析 今次希望給多些數據 你一個觀點去回顧 艾瑪麗在阿仙奴這18個月 不算高開低酒 因為從來沒有高開過 都算是中間的開 跌下跌下 上年季初都曾經有段時間 24場不敗 但季尾就無以為計 越踢越差 聯賽失前四 歐八決賽也慘敗給車路士 痛失了歐聯的資格 今年其實都見到球會是有支援的 包括八千元買了拍比 二千多萬磅 買了左閘的泰亞利 借了斯巴路士 也買了大衛路士 但是我覺得某個別的收購 是幾針對正下弱的 當然 我覺得右閘位 是否需要多買一個人 很難這麼說 其實前鋒當然也有利一個 馬天利尼 也是一個 我沒記錯 也是很低的價錢 七百萬買回來 七百八百萬買回來 但是其實 超所值的一個天才 巴西前鋒 其實今年的收購 我曾經回顧了轉匯槍 我都給B plus 但當然右閘位 最好就是買一個 沒有買到 我也是提拔了 各個別的年輕球員 Will Rock Saka 今年的陣容其實 比去年更加好 對於亞馬尼來說 其實藉口 是越來越少 包括 亦都要看下 旁邊的球會 即是無論車路士 萬聯 熱刺 都有結構性的重組 即是有些問題 亞馬尼在今年 球隊都肯 大花金錢去增強陣容 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令球迷個別失望 這些是一些主觀的觀點 或者主觀客觀也好 我是真是想給大家一些數據 在講數據之前 都可以講講拍比的運用 因為今屆 其實可能他加盟之前 大家很期待 他加奧巴美揚加 那卡錫迪 這三箭頭的組合 足以令到英超所有球隊看難 你頑顧英超的 Front Three 當然利物浦、曼城 Front Three 都是強的 熱刺都算是強的 熱刺雖然 阿力臣現在就扭計 但前面三個 孫興文、盧卡斯摩拉 加特、克利監尼 都算強 但如果奧巴美揚、那卡錫迪 和帕比 打得出他們的高水準 或者打到他們的 應有水準 我覺得都可以跟熱刺一平 即是這個前鋒的Front Three 的組合 可能大家有期待 會是英超 一個前四的攻擊組合 但是 至於九月 對和了熱刺那場 以及十月 二比二和了水晶公 那場之後 其實這個三人組合 都沒有再出現過 當然中間 阿拉加特、克利監尼 都受過傷 之後 阿拉加特、克利監尼 也有些問題 所以 上陣不到 這個是 這個是 一個遺憾 因為 到現在 球季 都去了超過三分一 只有兩場賽事 這三個前鋒 是同時間一起上陣 而 如果 抹大到四個 因為我們另一個 最具身價的 球員 就是奧斯爾 如果奧斯爾 再加上另外三個 一拍給 那加特、克利監尼 奧巴美揚 是從來沒有一起 踢正選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了 圖裏面 就是說 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 左手邊一條線 就是 short conceded 下面一條線 其實就是 short on goal short on target 那麼 你看看 阿仙奴 和 曼城的位置 待會再講解解 就是 阿仙奴 因為左手邊 是很有趣的 不是由下至上 是上至下 就是 上面是被人寫100次 越下就越多 174 你看到 中間最低 是200 300 但是 射球的次數 越多就是向右傾 所以 你可以看到 曼城是射得最多球的球隊 但是被射門的次數 他是整個英超最少 就是 告訴你 他可以加強前面攻擊線的壓力 和支配力 去為後防線減壓 那 經常都說 經常他迫搶 迫得那麼厲害 不停地攻擊你 不停地射你 你連過半場都難 而且你拿他的球皮又難 空球技術又強 所以 變成主導性 永遠都是他們那裡 但是 你看阿仙奴現在的情況 就是 在 圈圈的 左下角 其實 如果你看回 那個 比例 其實大約 只是 尾三 大約好過 這個 諾域智 和 諾域智 和阿士東維拉 其實真的挺差的 告訴你 每一場球 射球的次數又少 被人攻擊的次數又多 為何會形成這個問題 都可以值得說 這個叫做 short differential 射門的差距 其實今年 自從買了大約路易斯之後 再加上 Papa組成一個 防守的組合 我們的防線 是沒有條件 去再壓前去打 所以 因為 鑑於兩個都 不是銷售速度 而且年紀開始老賣 大約老師32歲 Papa就30歲 所以 今年 艾瑪利是沒有一個條件 或者是少了去壓到很前去攻 防線是去 sip deep去打 有好又不好 sip deep去打 好的地方就是 可以有足夠的人手在禁區附近 不好的地方就是主導權 因為你的人手大多數都在禁區附近 人家又可以有權去主導球賽 拿著球賽去攻 如果你對萬成的話 假設 萬成就可以不停用控球 不停用逼搶 你三閘時可以猜來 你猜去射球 你永遠都很難攻得過他半場 這就是一個問題 sip deep的一個問題 而 這個問題 亦都不是第一次發生 現在阿仙奴 那個很殘酷的數據 就是 現在在前十個球隊裡面 阿仙奴被射門的次數 是前十個球隊裡面最多的一隊 即是 前十個球隊裡面 我們 是被人攻擊最金的一隊 而艾瑪利 無獨偶偶 可以講一講 他在西維爾 西維爾當時 我覺得西維爾 都在西甲的情況 跟阿仙奴的英超差不多 是大約 前六的球隊浮浮沉沉 有時前四 前六的位置 實力大約是這個水平 所以西維爾 你可以說 不夠巴塞王馬馬 看會打的 但他應該是 至少水平是 假設華倫西亞 或者威拉利爾 威拉利爾 現在都差了 但 即是這一類 這一個檔次的球隊 貝迪斯今年也是差了 但理應 這些球隊是比較強的 那西維爾就是 我感覺他牌位 都有點像阿仙奴 但其實原來 他在西甲避射門的次數 艾瑪利大波 西維爾最後一季 西甲都是避射門次數 整個西甲第一的球隊 即是表示 一直艾瑪利在戰術套路上 出現的問題 由西維爾到PSG 再帶到阿仙奴 當然在PSG的問題 也是 隨著球隊的實力 是大超班 即是大大超班 那就 沒那麼明顯 但其實現在看回 其實問題 一直都存在 當然 如果你是 去讓對方攻擊 是讓對方取得 或者讓對方取得主導權 即使你是堆砌了足夠的人手 在禁區邊 或者禁區裏面 我們看很多次 下卡有失誤 Papa 以前的梅斯達菲 大余路易斯 個別球員都有失誤 你不可以確定 這群球員 塞住在禁區附近 三閘線的位置 就沒有失誤 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阿仙奴 即使擠碟 也是 整個英超來說 除了前十名 被人射球最多 避射門次數最多的球隊之外 也是失十二碼最多的球隊 到奄事為止 英超這麼多場賽事 阿仙奴 失了五個十二碼 剛才說了整個英超排第一 而門章的懶怒 也是整個英超裏面 避射門次數最多的龍門 是多過一些 綁下右的球隊 剛才說回數目 前十中最低被射球 為什麼現在又說 爛奴被射最多 總之爛奴 比其他球隊更安全 比其他球隊更安全 這就是 對Athletic提供的數據 如果 爛奴今年固然 都沒有救到十二碼 神九也有 個別神九也有 但其實我想說 他的表現已經很好 因為 如果 如果 今年奧巴美揚 不是那麼容易 加上那卡錫迪受傷 難路又不是那麼多 成功的撲救的話 絕對 阿仙奴 是不會排到現在 榜上右的位置 想說一說 現在 阿仙奴 就在聯賽中 整個英超 的 expected goal 是排第十一 即是告訴你 我們很多時候的 比賽 現在是超過得到的 我們理應的 理應的排位 大約是十一 我們現在是說 叫做上半版 叫做 slightly overachieve 但是 這個圖 剛才我們看的這個圖 剛才說了 阿仙奴的排位 只是比諾域治 和阿士東維拉 叫做short differential 即是告訴你 射門的次數 減避射門的次數 假設一場球 是射十腳 比人射七腳 那我就正義 這個short differential 很簡單 大家都明白 但是我們的short differential 射門的次數 減避射門的次數 是整個英超 只是好過 阿士東維拉 是排第十八 是一個很可怕的 一個現象 而近些 由英超 這一季 開始 各項的賽事 無論歐巴 杯賽 或者聯賽 阿仙奴踢的十九場賽事 裡面 十二場球 的short differential 都是負數 即是告訴你 我們很多場球 這十九場球裡面 有十二場 我們避射門的次數 被人攻的次數 比我們公門的次數更多 這是很可怕的 即是告訴你 我們主導拳已經沒有了 在近些 當然可以說 我們cdeep 都是等突擊的機會 但是作為一支 潛烈的球隊 要爭分數 這樣打是危險 亦都是 告訴你 這個戰術 可能出現了些問題 近些七場球 艾瑪利帶的 最後七場球裡面 包括 有六場球 我們被攻門的次數 是多於攻門的 即是告訴你 近來我們的勢力 越來越差 越來越難得到 比賽的主導拳 只是被人攻 很少會被人攻 回頭 只是找一個 穩收突擊的戰術 當然市面上 很多人都會說 艾瑪利那一場 語言能力不夠好 又剛剛傳說 奧巴美揚和 娜加錫迪威 如果繼續艾瑪利教 就不續約了 這些都是一些 坊間的傳言 或者都是真的 但是 實質上 數字也告訴我們 艾瑪利帶的這個球隊 其實 情況只是每方月 即使 球隊又收購了 今年 但是又未用好 個別球員的能力 我想說 今年如果 以戴惠魯爾斯的情況來說 我覺得 已經算是 超過了一點 如果 中前中後 蘭奴 戴惠魯爾斯 古恩道斯 和奧巴美揚 不是這四個球員 領著的 這對球 是可以很差很差的 我亦是不意外 現在是護緊級 即是 如果這四個球員的 水準是一下滑 那 可以說一說 戴惠魯爾斯 雖然是C-Deep去打 但我們其實 亦是很靠他的 一些 全球球 上前面 那為什麼全球球 直線 直線轉球 就上前面 整個戴惠魯爾斯 其實 我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留意 其實我們 全球 由龍門交給戴惠魯爾斯 戴惠魯爾斯 暫時是有個發動點 暫時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戴惠魯爾斯 如果計算在阿仙奴的球員 裡面 他是有八次直線全球 交到前面 直線全球 直線全球 交到前面 不單止阿仙奴 排第1 在聯賽中更加是 排第4 有八個 直線全球 在他之上 只是有兩個 里斯特成的球員 包括比利時的中場 迪利文斯 再加上 這個年輕的 英格蘭中場 麥迪森 以及車路士的 這個 是不是要意大利 還是巴西 意大利中場 佐真奴 那 就是這三個球員 在戴惠魯爾斯的 之上 就是說 中場 由中場交 去前場 那麼 一個問題 就是 OK 我們的戰術 是要 short pass from the back 就是我們是 用一個小組 由後場 差去前場 的問題 前場 這樣的打法 這個也是 艾瑪利很喜歡的 一個打法 我們暫時是 seed deep 去打 暫時的防線 但是 艾瑪利 還沒想到一個方法 叫做 exit strategy 交給 戴惠魯爾斯 就是戴惠魯爾斯 交前面 但是去到中場 之後怎樣 如果中場不行 就是一定要靠 戴惠魯爾斯的直線 所以你會發現 戴惠魯爾斯 要什麼seed deep去打呢 就是因為 希望給多些空間 自己去加一個 長一點的直線 因為我們中場 不夠力 也未找到一個 很好的配搭 現在這幅圖 就是剛才說了 一個 short difference 就是剛才我們說 射門的次數 減避射門的次數 我們一場波射十次 被人射八次 那就正二 如果我們一場波射十次 被人射七次 就正三 如果一個正數 越大就越好 那就說回戴惠魯爾斯的問題 戴惠魯爾斯 如果有八次的 through ball 整個英超道排四 亦都是阿斯徒排第一 大家留意一下 其餘的球員 全都是中場球員 為何我們的through ball 只會靠戴惠魯爾斯 因為中場弱 而戴惠魯爾斯 為何要交長through ball 前面 而不可以被中場發板 亦都是中場弱 現在亦都連帶到另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看回個別的比賽 很多場 大家都有留意這個現象 就是爛魯爾斯的全球 好像 不知想 好像交得很辛苦 每一次都是想 左等右等 左叫又叫 搞很久 都找不到應該怎麼交 這個現象是維持了 我想近些 10月頭打後 10月頭打後 我都屢見不少 這個現象 其實亦都告訴你 其實 現在阿仙奴 全球或發動點 太明顯是戴惠魯爾斯 當戴惠魯爾斯被鉗制 藍魯應該交給誰呢 長傳、短傳 每一場球都有不同的 對手亦都有不同的部署 艾瑪亦都有不同的部署 但是 如果你繼續以戴惠魯爾斯 來一個發動點的話 爛魯 其實很難 這個攝影機 其實很難會有一個穩定性 這個亦都是 一個很大的問題 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們都看到 這些作家專欄 作家也看到 對方的球隊又怎麼會不知道呢 所以爛魯永遠 如果路線是交給戴惠魯爾斯 做一個發動點 中場又給不到 如果路線可以給場全球 這個問題呢 就是令到我們 為何整天很難 保持到防守 以及拿到主動拳 而 希望如果這段片出來之後 高山會出一段 其實它有一些圖是講 爛魯的全球路線 其實爛魯呢 剛才說了 是整個英超裡面 最多搜尋的門匠 可能 我知道為什麼可以解釋到 爛魯 夠這麼多 但他都有門匠 可能其餘那些 綁下游球隊 譬如假設是駱惠治 龍門又會轉 所以他可能 那邊有三四場 又不是同一個龍門的 所以那三四場 那個龍門未必會是 爛魯的 是最多 或者被人寫得多 入得多 總之暫時 爛魯是 整個英超最多的門匠 但是 它的攝影量 同樣是出現了問題 如果我們龍門的爛路 交球又這麼爛 中場交球又這麼爛 只可以靠大陸意思的話 我們的戰術 是非常容易被針對的 那 現在這個圖 就講了一個 小差別 那 阿仙奴 就每一場球 射球 以前 就 都算是正數 那 射球的次數 每一場球 都會多過 被射球的次數 那 現在你發現 由1919年 打敗後 情況是每放越下 因為 每一場球 被人射得 越來越多 而我們射中對方門匠 或者射門的次數 越來越少 那 這也是反映 我們現時球隊的問題 越來越難 主導球賽 越來越被動 情況都是一直向下滑 那如果你看到 其實現在 也都 低處是未算最低的 其實上季 季尾的時候 我們不停送分 痛失那個前四的席位 那時候 其實是最低迷的 那當然現在 就有一個跡象 就告訴我們 似乎 情況都不會 特別大好轉 現在都處於一個谷底 那 而你看一個trend 艾瑪尼帶這對球 情況只是越來越低迷 那所以 暫時來說 你覺得 球隊翻身的機會 是什麼呢 這樣 那 大家都不是說 有十足的信心 所以在這段時間 球會也做了一個 很沉重的決定 就是 十月都未到的時間 就炒了 艾瑪尼 就終止那些十八個月的 艾瑪尼的生涯 不成功的 其實 除了 我想最開心的時間 就是中間有一段 就是 連勝 或者 不敗二十幾場 那段時間 但整體來說 之後 一直都是 一直直線向下沉 今年 上年還說可以看到 個別長次 是有少少 欣喜的 看下 但今年就真的 情況每方月下 沒有成績 亦都是沒有場面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OK 那接下來 艾瑪尼的數據 就告訴大家 其實這十八個月到 他是雜無旁貸 亦都是 未用到個別的球員 最值得說一說就是 是托里拉 剛才說了 帕比 亦都說了 蘭奴 戴維路爾斯 這幾個球員 亦都說了 中場線 Athletic的文章 說了中場的分工 托里拉 上季的季初 上半季 打得很好 很多人都歸咎於 OK 下半季 他肯定受 英超快支影響 打到打不回的狀態 這個是部分的原因 但沒有人留意 已經跨季了 到今季 托里拉 依然是打不起來 其實呢 今季 亦都是一個很特別的部署 艾瑪尼 將古音導師 擺在六號位上 即使古音導師 和托里拉同時上場 托里拉 都不再是擔任以往六號位的角色 反而 DEEP LINE PLAYMAKER 的角色 就是由古音導師 放長球 抗壓 就是因為看到 古音導師 counterpressing的能力 他覺得古音導師 這個抗壓能力高 球員應該是打這個位置 按照計就是這樣的 但事與願為 將托里拉 變成格局後 托里拉 表現進句失句 反而托里拉 更加適合打一個六號位的位置 專心做好防務 是否應該有其餘的拍檔 去搭古音導師和托里拉 依然是未找到一個最好的中場搭檔 而且數據也是分 剛才說 我們自從把古音導師擺在六號位之後 其實就是因為希望的抗壓能力高 但其實我們一直中場控場 問題也是每放越下 所以告訴你 如果埃馬尼 繼續希望古音導師打一個六號位 而不讓他試試其他位置 或者不讓托里拉 打回他擅長的防守中場位置 可能他的預算盤打不響 就是因為他希望古音導師 在中後場做控場 做抗壓 但其實效果不好 現在暫時 剛才也告訴你 不停被人攻 射門次數也是少 cd去打 現在中場 因為古音導師去鬥後 其實他這段 如果狀態有所回落 前場的折扁也是少 變了很多球 全球、長球 都是以由大維魯爾斯去調跑 所以古音導師作為一個 六號位的deep line playmaker 其實效果並不是極佳 所以古音導師是否可以有其他角色 這也是文章中帶到的一個問題 OK了 前中後三線 包括龍門 後防線、中場線、前鋒線 全部都講完了 到教練 我期待哪個教練來 現在暫時宣佈是龍甲寶一個 暫代教練 但逢暫代教練這個名詞 我都有些保留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最近看幾個個個案 包括哈法柏林 上去黃馬蘇那里 再看西巴牙國家隊 逢然暫代球隊 暫代教練 之後 當你找到長功的時候 回來 暫代那個人 可能要離開球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長羽教練 有自己頒底 有自己選擇 未必需要這個 暫代教練 你給什麼位置呢 教練你又搶了別人 你自己有自己的教練團班 回到青年軍 青年軍你也有教練 踢走誰呢 可能下面青年軍 剛剛簽了長約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我覺得如果你龍甲寶 在這幾場波 這五、六場波 未來 如果帶不到成績 成績 是說五場 未來五場波 是說十一、十二分 或以上 有機會呢 會剁他 連這份工 回青年軍 助教 都分分鐘沒有 沒有一個很大的險 所以 我自己 球員年代 都很喜歡龍甲寶 教練 我就不知道 沒有看過他教什麼 好像他頂過幾場 打這個和夫斯堡 他當時去過和夫斯堡 就是幫這個 中卡 中卡 是一個短期的 一個荷蘭教練 因為中卡 當時就是試過 在阿仙奴 的清肺學院 做總監 之後 及後 就因為 和夫斯堡 給過正印的稅位 他就過去和夫斯堡教 當時 龍甲寶是過去過 但是沒有什麼印象 對教球 但是球員年代 他我幾喜歡 甚至 我覺得這一類的球員 後尚 有鬥志 有體力 有觸覺的逆風 我覺得我們這對球 都需要 哈哈 但是 主帥就不知道 但是如果他 在未來 又不是覺得特別好 那麼 球會自賤 而會找一個 長 長遠的人選 應該這一刻 也在找 很多人都說 普哲天奧 艾力尼 這兩個是代業中的 甚至乎 據問 賓尼迪斯 在中超那裡 雖然帶著全球 第四高人工 但是都會上回英超 那 安柴諾提 亦都在 拿波利那邊 搞得不是特別開心 那 所以這些會不會 長遠 下季想找他回來的人選 呢 不知道 但是如果 未來幾場 龍甲寶 教得不好 的話 這件事只會 越來越快實行 那當 阿力尼 或者 假設安柴諾提 假設 賓尼迪斯 來到他有自己的班底 會不會留龍甲寶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所以我覺得 龍甲寶 以我對他的 都喜歡 在球員年代 我又不太捨得 他拿到這麼大的 所以希望他成功 那 普哲天奧 我也喜歡 我不介意他來的 因為我覺得他 是一個很有能力的教練 無論 比賽後期 當然沒有什麼場面 成績 今季當然差 但是曾經他一段時間 可以一個教練 可以兼顧到 成績 場面和換血 這個是非常寶貴 這是很少數教練 可以做到 包括 成績 場面 換血 這三樣東西 青年化 這三樣東西 可以同時間做到 是很少數 頭兩季的熱刺 兩季幾個熱刺 都是真的 三季 我想頭三四季 他真的做到 所以這個教練也是一個人才 現在這個圖 就是爛爐 那個被射門的分佈圖 Postshot的XG是 17.71 其實 一個 就是 他自己被失求的數字 平均每場是非常高的 而且 他 剛才也說過 整個英超 就是要搏救次數最多的門將 很可怕 也都是反映過 逢偿 當龍門的表現好 也都是反映你的防止 或中場系統出現了問題 抗壓能力的問題 剛才也都說過 肥寶我已經說過 你說不喜歡肥寶你 教育的熱刺 沒什麼所謂 我覺得 蘇金布也踢過熱刺 如果相反 如果我們的球魚過熱刺 我又不喜歡 但如果熱刺的球員 稀暗透明 我覺得可以的 是啊 錯過 這樣可以醒 普設天奴可以 因為肥斌 肥安 這些穩陣之選 也是世界很好的教練 新一批 我之前也說過 有幾個都值得留意 包括 坦克 即時的教練 歐比萊 教練 那高士文 武信加帕教練 馬高老師 以及 羅馬教練 方石卡 這四個都算是 一些 五十歲以下的 近一兩年 冒起的 幾好的教練 最想的 方石卡 更加 今季都做了 不少奇蹟出來 這些都是 好的人選 艾力尼也是代業的 所以現在暫時 他的膚醒也有 甚至乎是狼隊的扭露 當然如果正路之選 加上 不需要給極高薪 阿力尼也有個不錯人選 但要留意阿力尼 特朗文達斯 美其還靠 波路斯 基亞連尼 巴塞尼 那些 所以 其實 這個就是我看到 二大教練 戰術蘇洋 是好的 但是通常 換血 那會永遠出現了問題 而阿仙奴 是一隊 需要重建的球隊 當然希望 他整理好進攻 這也是很好的 剛剛說過 肥賓肥安 這些都是穩陣之選 最想現在這一刻我想好像Tino 第二我想我想 我覺得大家格不會是季中 如果第二想我覺得肥斌 如果可以找到他回來 因為中超元季 但我一想 我覺得不是完全沒有機會 亦都是有一個跡象很有趣 他說摩連奴原來回來英超 肥斌就會前後腳 會回來的 雖然現在肥斌在大連一方 是在代全球第四高人工 但錢就賺夠了 我相信他是需要多些挑戰 在Axeno來說 那個平台其實不差 我之前也說過 在Axeno如果兩年前 戴Axeno 我覺得 當時的Axeno 就是雲鑑走 那一年半之前 其實那時候陣容是不吸引的 現在看一看 其實陣容已經出現了一個很好的班 除了有閘位 中堅其實我們都叫做 OK 戴衛雷斯加帕帕 不算是最頂級 但戴衛雷斯剛才說了 他有一個特別的功用 而左閘位 加了泰亞尼 高娜仙娜 雖然走了 蒙維爾 右閘位 貝林蓮 出來 接下來都會 相信會打多些 找張白師先頂住 可以吧 這個位置我承認是需要 買多一個人 但之前的 如意算盤就是 AMN 誰知道打不響 中場試其實都夠人 無論Will Lock 我覺得都是 prosperous 加上施巴路斯 看看有沒有一個更好的教練 去提點一下他 剛才是 托里拉和古人道士的角色 再加上 沙卡 可不可以打後備 也可以吧 Will Lock 剛才也說了 這些都是 可以用的球員 不同的match up 加上前面 今年打了 沙卡仔和 馬天尼尼出來 再加上 比比 這個 奈卡錫迪 奧巴美揚 其實前中後三線 比上年 甚至前年的陣容 是平均的 所以 現在的陣容 是不是這麼不吸引呢 對於一些 我想對肥斌來說 多兩三個位 或者肥安 壓力尼 我相信 一兩個位 右閘 可能防守中場 易峰 左翼 這些位置 其實就算易峰 可以比年青球 多些機會都可以 我覺得 奧巴美揚 會不會摩連奧 所說 適合加適合帶左邊 沒有人知道 但是 其實陣容 比幾年前 更加吸引 今年也有足夠的投放 我相信 對於 吸引教練來說 是沒有一年半之前 那麼艱難的 儘管 放長雙眼 看 暫代的教練 龍甲寶會教成怎樣 之後 再看看 場餘的教練 會選誰 做Permanent 今天講到這裡 一些另類的數據分析 希望大家認真聽一下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